嗨大家好,我是飞飞队,欢迎到我的频道 在这里每天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区块链的信息 那好,今天的话我再来去讲一下关于财犬币 那财犬币的话我在前天的时候去做了一则关于财犬币的一个价值投资 那说了之后呢,我发现居然真的有我的粉丝去购买了财犬币 那其实我看到你们在购买的时候是出现了两种心情 一是开心,开心什么?就是你们觉得我的有道理 然后愿意去拿真金白云去尝试一下 那么这是我高兴的 那么第二点呢,就担忧,担忧什么? 因为我当时就在那期视频已经说了 因为作为财犬币的话,它是有一个有潜力的币种 我觉得它是有个有潜力的币种 并且我是由真金白云去辞入的 但是呢,赖于现在的整个的币券的环境并不太好 包括说你说整个金融市场里面的 包括美股,那么一级市场,还有二级市场 那么我们币券的二级市场 它都是属于一个不太好的一个金融环境 那尤其是现在的币券啊,它是处于一个熊市的状态 所以我在上期节目的时候 我说会低于0.0,多少个0.1之下呢 我就会去不断的去买入 但是呢,我深知道 就是现在的一个阶段 它还并不一定是它最低的时候 因为随着这个币圈的熊市啊 它是会随着大环境的改变而不断的下探的 就是说没有一个准确的底部 包括我上一期的视频 就是关于讲才占币的时候我就说了 币圈呢,它是没有底部的 你觉得它这段时间这个是底部 它会下一段时间又会击穿 因为在一个漫长的熊市中呢 你不知道有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并且现在的一个币圈呢 它是处于一个没有钱的一个状态 因为当我们去看一个金融投资的时候 我们也要看外部的环境 就是他们所指的一个宏观环境 那如果说宏观环境 大概率的都是不好的 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疫情三年的时间啊 进行了经济上面的一个拖累 那大家其实手里面都没有多少钱 那你说没有多少钱的时候 人民肯定是保证自己的一个生活质量 生活物质的情况下才去考虑更多的金融市场 能不能去挣钱 那所以大家当手里面没有钱的时候 肯定去投资金融方面的东西呢 就会比较偏少一点 当然我这里指的是这些散布啊 那机构不一样 机构呢因为它本来就靠这个吃饭了嘛 它所以说它也会去继续投 但是它不会投入到这个币圈 这么不太稳定的市场里面去 那更多呢 它肯定会投一些相对比较 有价值型的一些股票等等的一些金融市场 那如果说是源于投资币圈的这些机构呢 它们也不会说在熊市的时候投入这个 二级市场 它们更多呢是属于是要去走一级市场的这个阶段 因为在一级市场里面 它把钱埋伏在那里 等到以后这个市场环境好了之后 未来项目落地之后 它再去上二级市场的时候 那它以极低的价格在一级市场所 购买的这些项目呢 在未来上的二级市场的时候 它随随便便卖掉 那么都是一个挣钱的 所以说更多的一个机构的之间 它们它是在未来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去割韭菜的 所以说它们现在去投入的这个阶段 是在一级市场 是在磨刀的一个阶段 那从这个整体的环境来看的话 就是一 宏观的经济不太乐观 包括传统的金融市场也不太乐观 那么第二呢 就是市场上缺钱 市场上我们这些所有的散付呢 它没有钱 那所以这镰刀呢 这些所谓的割韭菜的机构呢 它们也知道市场上的散户没有钱的时候 它也不会到这个二级市场来进行布局 那么它要布局呢 也是布局的第一级市场 所以未来可能就是关于二级市场呢 不管说你说彩犬币也好 或者说比特币 或者说等等的一系列的币种呢 它们会不同程度的 会处于一个横盘啊 或者说下跌的一个状况 那至于说是我们手里面有闲钱呢 要买或者不买呢 其实建议可以多观察 然后少量购入 或者说你看好一座币种 你觉得想要去购买的时间也是出现于 比平时正常的投资的情况下 再去分批次的进入 要好一些 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地方是底部 而且这个熊市的话已经持续了 快半年的时间了 那知道在币圈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周期呢 我们以前根据以往的一个经典员看 大概都是两年多或者三年的时候 一个熊市 那么熊市来了之后再来一个牛市 那我们今年的话已经过了半年的时间 那所以下一次的牛市来临的时候 很有可能在两年之后或者三年之后 那大家算一下时间 就差不多是在2025年 所以如果说你没有将你这个 所手中拿的币 愿意去持个两三年的这个时间呢 就是建议现在不要去碰这个二级市场 那当然如果说你是愿意去等这个时间 并且手里面有闲钱呢 是可以适当的去购买一些 那我们再说回来关于财献币 可以看到我财献币啊 是在019啊 也是在不断的去购买 那么包括啊 刚刚的话在这个0009的时候 我也购买了一笔 那现在的价格呢 也是在往下探 那所以我们有可能看得出 这个周线的话 它已经是跌破了上一周的一个周线 那所以啊 它现在形成了一个新的地点 但这个地点呢 我觉得它在未来也是会跌破的 那所以在后面的一个操作呢 我是将这个挂的单呢 是在地域这个价格以下去挂的 那好 现在我们进入到这个以太坊上面的链上数据去可以插一下 那这是关于查询在以太坊上面的一个鲸鱼的持仓情况的 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洗坝 所以啊 我们这从这里的一个前100名的钱包地址里面可以看到 在整个的这个市场里面啊 这些关于柴犬币的一个鲸鱼钱吧 都是在不断的出货 它们的价格 还有说它们所持有的仓位呢 都是在下降的 那么就看得出啊 那么这些大的鲸鱼都在不断的出货 那么所以说它的这个市场的底部呢 是还没有到达的 那么综合上数呢 就是关于玩柴犬币的 如果说你是一个短期的持有者 想去进行短期的操作呢 那么现在柴犬币并不是一个入手的好时机 并且的话 它很大几率是继续会往下探 会往下跌的 那么如果说你是作为一个长久的 想去长久持入柴犬币的呢 那么你的一个操作呢 要比较谨慎 因为现在的底部其实并没有到来 它还会持续的往下跌 那好 这呢就是关于今天柴犬币的一个市场分析 那么以上的分析呢 仅仅是来源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并不作为任何的投资建议 那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样不同的问题 或者说不同的疑问呢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 在视频更新的第一时间 你就可以知道 那好 今天就这样咯 拜拜